为了爱 这个白树思珍宁愿喝了这个毒酒 现了原形 而他说就是这杯熊黄酒 让这个爱情成了中国四大爱情故事 恰恰说明他是做内容策划的高手 也许 但是呢 未必是好的运营的负责人 如果这篇文章思辰现实 你怎么办 我可以给你保证 就是百分之百元上 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篇 跟这相似的文章 发表的这个日期比我早的 我现在马上就走 一着几说话还挺逼多的 有就是 我给各位boss准备的这个爱码上面 就是有 有我自己做的那个短视频的内容 语亮这个短视频我看了一下 我搜的对不对 是只有730粉丝是吗 这个是我个人的 就是我们公司 做了一个 在去年的那个丰收节 做了一个那个短视频 这个短视频的那个 不分量是那个一百万过一点吧 这里边哪一篇是你写的呢 头条的那个文章 基本上都是我来写 还有那个 还有第二条 第二条是一个漫画 漫画的这个漫画内容也是我写 转化的数字是哪一个 对 就是我给你 就是您听我那个 说一下 就是 就是 一步步拆解这个目标吧 就是 雨天等一下 你是有点紧张吗 他是 你是平时就说话有点 不利索 对 是吧 既然你自己可能知道 你没有那么适合 这个电视舞台来面试 为什么你还选择这种形式 因为你是营销策划 对不对 对就是 为什么选择这个形式 你简单说 想想说 别着急 就是我 我个人的一个能力 就是或者说我对我个人的一个认知 就是 其实最最差的就是那个表达能力 就是我 我知道的很多东西的话 就是没办法表达出来 就是我需要就是 不断去那个提高我的这一块 这个板块 这并不是说就是我在其他的 比如说在那个内容上 或者其他的一个板块 把它做得很高 就是 就可以 把这块给 补足或者逼捕了 但是因为我将来要去做 因为更高级的一些职位 或者是做管理这些的话 这个是必须要去 补足的一个 挑战自己 是吧 对 其实 七个月之内 即便是一八年 涨到一百四十万粉 这也挺厉害 而且你说文章都是你写的 对 那你为什么 那你现在辞职 你为什么不自己 做自己的自媒体 你自己自媒体 能做得好的话 比你求一份职位的工资 高多了 就是我从今年一月份 开始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就是那个 自由职业者 主要是给一些 音乐自白提号 或者是电影自白提号 给他们去供稿 然后的那个 新手的话 是那个签字五百块钱左右 那你的能力 到底是体现在 内容生产方面的文字 短视频拍摄 还是说内容之外的运营 到底是具象于哪方面 因为内容这块的话 是我从开始工作 到现在一直在做的 那你今天来面试是 主要面试文案方面的运营吗 我想做用户运营 就是或者是更高洁的 增长什么的 我必须要说一下 因为大家没有认真 看他的文章 我觉得这个人 真的是超厉害 他这个端午节 是纪念白素珍的 我们正常纪念 屈原对吧 那为什么纪念白素珍呢 就像他说的是因为当年有高考 所以他把许仙考 段远跟白素珍的事 联系到一起 然后呢 又说了当时 大家一起喝酒 喝了熊黄酒 对吧 这个熊黄酒明明是毒酒 还加了一句 给女生劝酒的都是渣男 好玩吧 然后呢 结果呢 这个为了爱 这个白素珍 宁愿喝了这个毒酒 现了原形 而他说 就是这杯熊黄酒 让这个爱情 成了中国四大爱情故事 恰恰说明他是做内容策划的高手 也许 但是呢 未必是好的运营的负责人 如果这篇文章 实陈相识 你怎么办 我可以给你保证 就是百分之百元上 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篇 跟这相似的文章 发表的这个日期 比我早的 我现在马上就走 一着急说话还挺逼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